嗨,我是Ray 今天要跟大家來做一個底妝實測 究竟要測哪一個底妝呢? 也就是 Dior的超完美特務粉底液 我這邊有兩個色號 一個是30號,一個是10號 因為這個都是在台灣買得到的色號 只是30號對我來說本身是太深了一點 所以我會混一點點10號色在裡面 它裡面有40ml 因為影一般看到的粉底液都是30ml 這個是整整多的10ml 而且它的價錢也跟一般的專櫃粉底液是差不多的 今天是舞蹈課的第三堂 這年頭化妝師不好當,肢體協調也是很重要 所以就想說可以來做個底妝實測給大家看 其實它本身以霧面粉底來講 它的流動性算是還不錯的耶 手上推開也是很好推開 這個是30號色 然後上面比較白的是10號色 這樣混起來 我本身是屬於沒有太多的瑕疵 但是我因為鼻子過敏的關係 所以鼻翼的泛紅或者是黑眼圈是最主要的問題 來看看這邊是已經上過的 這邊是還沒有上的 它以海綿上妝來講 是我覺得遮瑕力算中等 所以待會這半邊會用手來上 看有什麼不同 塗在臉上之後你要馬上就把它推開 上完之後其實它是不太會黏黏的 像今天待會是要去舞蹈課嘛 所以我不會再用任何的蜜粉定妝 我今天就是主要就是上這個 再加上我剛剛是沒有上任何的妝前打底的 所以我所有臉上就只有防曬完之後 再來就是這罐粉底液了 好全臉都已經完成了 這半邊是用海綿上的 這半邊是用手上的 我覺得用手上的是遮瑕力比較好 所以像有些人他是喜歡遮瑕力比較好的 其實我覺得這款粉底是還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上完之後是霧面的妝感 現在是早上的9點5分 待會就要去上瘋狂大冒漢的舞蹈課 兩個小時 看待會的更新 太有型了吧 嗨 傷患傷患 早安早安 而且這種天光走到舞蹈教室就已經滿頭大汗了 跳完舞的剛剛大爆汗 現在底妝看起來還算完好 哎唷 哪一家的啊 皮肉 而且今天除了大爆汗的跳舞之外 現在要來吃牛肉麵 其實我剛才心裡面想的是一些比較輕食類的東西 你少在那邊 冷得了 是不是他加了三條辣油進去 還有加辣椒籽喔 一定要辣椒籽 頭皮會冒汗耶 牛肉麵免不得 停一下鼻涕 我覺得跟鼻子過敏很有關係 現在是上妝的第一 看一下現在幾點 現在是1點05分 剛開始上妝 9點鐘 4個小時 現在是晚上的9點12分 距離我上妝到現在已經 12個小時 下午跟廠商開了一下會 然後晚上跟小魚哥去還了衣服 又吃了晚餐 我晚餐吃雞腿飯 也是一個有夠高熱量的東西 然後現在回到家之後 跟大家做最後的底妝 確認 我是混合肌偏乾的 因為像我的兩家蠻乾的 但是我T字會很正常的出油 鼻頭這種出油 我覺得是沒辦法避免的 我以男生的出油量來說 應該算是中等 就是這邊的持妝度其實都還蠻好的 像我今天吃完午餐的時候 有稍微用衛生紙弄了一下 因為吃牛肉沒辦法 一定會流一大堆鼻水 其實他剛上完妝的時候 是完全全霧面的 但是現在經過了一整天 是變成有一點半霧光的 他這次櫃上可以買到蠻深的色號 所以如果說你是男生想要找底妝的話 因為在開架幾乎健康色調的男生 都找不到底妝嘛 大部分都要上歐美的櫃位 找比較多 男生要考慮的點是 他看起來是有一點妝感的 就是人家知道你有化妝 遮瑕力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出席一些活動 你的妝要比較持久的話 我覺得這個底妝是蠻不錯的選擇 然後如果你喜歡霧面妝感的話 我覺得你會蠻喜歡的 好的這就是今天的底妝實測 希望有幫助到跟我一樣 膚質的人在夏季的時候 可以有新的底妝選擇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